鱼虾养殖第十四天 来看看我的鱼儿们吧 我的双头龙虾怎么了 是不是领盒饭了 怎么不动了 它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很难闻的味道 先把它送回家吧 再把我的鱼儿抓上来看看吧 鱼儿应该问题不大 没有领盒饭 待会准备出门找点新成员吧 拿上我顺来的抄网和猪盆出发了 到目的地了 话不多说 直接开网 也不知道这个水沟有没有鱼儿 好期待啊 哇 我已经看到有鱼儿了 让我们来看看是什么鱼儿吧 这个鱼儿好像是叫豆鱼吧 怎么一网就捞了这么多啊 现在把我的豆鱼放进我的猪盆里吧 你们觉得这一网值不值 接着我们来这个小水沟寻找一下有什么吧 那是什么东西飘在水上 这好像是一只卡通乌龟啊 怎么小水沟都有卡通乌龟啊 感觉这附近应该还有卡通乌龟 那个白白的东西是什么 怎么飘下去了 怎么有这么多卡通乌龟啊 是谁把它们丢在这里了呢 下面还有一只呢 哇 我是不是捅了卡通乌龟的窝了 现在继续沿着上游寻找一下吧 这有个瓶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了 里面好像还是卡通乌龟啊 今天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赶紧把它们带回家 现在把瓶子里的卡通乌龟放进我的猪盆里吧 然后再给它们来点农夫山泉 已经到家了 现在把卡通乌龟分类一下吧 就把卡通乌龟放进我的乌龟缸 有好多呢 乌龟缸都快装满了 最后再把斗鱼放进我的大浴缸里吧 怎么回事 感觉好几只斗鱼领盒饭了 都不动了 他们这是在练习养泳吗 鱼虾养殖第15天 来看看鱼儿们吧 怎么我的大板季领盒饭了啊 先抄起来看看 昨天都说你活蹦乱跳的 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还是先把你送回家吧 突然发现昨天抓回来的斗鱼也领盒饭了 把它捞起来看看吧 那么小就领盒饭了 先送你回家吧 这里还有一只把你捞上来看看 怎么都领盒饭了啊 这也太可怜了吧 先把你送回故乡吧 最近有好多粉丝说 这个卡通乌龟身上的油漆 会影响乌龟的生长 于是我决定今天帮一只卡通乌龟 去除一下身上的油漆 希望能成功哦 就拿这个小刀 把卡通乌龟身上的油漆 去除掉吧 现在开始帮我的卡通乌龟 去除一下身上的油漆吧 如果不去除的话 它脱壳就会比较困难 让我们继续加油吧 这样看看感觉去除的还挺快的哈 应该很快就能把油漆完全去除了 刚刚经过我不懈的努力 已经把乌龟壳外面一圈的油漆 已经刮掉了 现在只剩最后一点点了 让我继续加油吧 你们看看 外面一圈已经弄得差不多了吧 已经刮了一个多小时了 乌龟壳上面的油漆也剩最后一点点了 现在只要把它背上一点点的油漆 全部去除就可以了 看我这么努力的份上 你们可以给我点个小小的爱心吗 谢谢大家了 差不多了 你们看看 乌龟身上的油漆已经完全去除了 以后还想看我去除油漆的 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我会持续更新的哦 感谢支持哦 鱼虾养殖第16天 来看看我的宝贝们吧 我的两只小乌龟怎么趴在游泳圈上面了 它们是不是准备练习游泳了啊 看 我的小粉鱼也在这里呢 也不知道它在干嘛 我来把它捞上来看一下吧 好久没看它了 还挺想它的 它还活蹦乱跳的呢 我也抓不到它 它好灵活啊 是我把它养得太好了吗 下来看看它吧 真的很可爱哦 现在准备出门抓点新成员 给鱼缸添加点色彩 现在把我邻居家超网偷去用一下吧 再带上我的小蓝出发吧 发现一个小水沟 话不多说 直接开网 这个臭水沟不知道会不会有鱼儿 让我们看看有什么吧 这个黑黑的是什么鱼啊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你们有知道这是什么鱼的吗 有知道的记得在评论区里说一下哦 它的身上还有那么多斑斑点点 先把它放一边 再来看看有没有别的鱼货吧 这是一只小龙虾哦 好小哦 看来第一网的鱼货还不错哦 现在把我刚刚网到的鱼货放进我的桶里吧 接着我们来抄第二网看看有什么鱼货吧 不知道会不会有大鱼儿 第二网竟然抓到一只金色的鱼儿 你们有认识的吗 这里竟然还有一只黄金泥丘 它身上的颜色好漂亮啊 现在给它们来点生命源泉吧 不然等下领盒饭了 你们看看这就是今天的鱼货 黑色的鱼儿好像是叫青道夫吧 现在已经到家了 现在把它们分类一下吧 青道夫先放进鱼缸 再把我的金色鱼儿也放进去 手上还有一只斗鱼也放进去吧 最后再把我的黄金泥丘也放进去吧 还有一只小龙虾 今天的鱼货也太多了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个爱心哦 谢谢你们了 鱼虾养殖第十八天 来看看我的成员们吧 这个波斯顿龙虾 它在干嘛 它在和我的青道夫交配吗 我的青道夫由于昨天没有唤醒成功 已经领盒饭了 还是把它扔给我的波斯顿龙虾当零食吃吧 其他成员都没啥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卡通乌龟吧 因为上次帮卡通乌龟去除了身上的油漆 好多粉丝说 再帮一只卡通乌龟去除一下油漆 今天就去除这一只吧 还是用上我的老朋友帮卡通乌龟去除油漆吧 现在我们开始帮卡通乌龟去除油漆吧 由于上次帮卡通乌龟去除了油漆 受到了好多粉丝的喜欢和支持 屏幕前的你 可以给我一个小小的爱心吗 谢谢你们了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哦 已经去除了一小部分了 我单身二十年的手速牛吗 经过我不断的努力 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 乌龟壳边上的油漆 已经被我完全去除了 现在让我们继续加油吧 如果不帮卡通乌龟的油漆去除的话 它脱壳就会受很大的影响 它长大的速度也会受影响 你们说我这么做 是对的吗 你们看刚刚又是经过了我的坚持 乌龟壳上面的油漆 已经剩下没多少了哦 我还挺喜欢帮卡通乌龟去除油漆的 又能帮助乌龟生长 我觉得做这种好事特别开心 现在的话 油漆也只剩最后一点点了 我们在最后帮它清理一下 乌龟就拯救成功了 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帮卡通乌龟去除油漆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也可以私信我 我都会看到 希望大家多多留言哦 我等你们呢 现在乌龟已经拯救成功了 它身上的油漆已经完全没有了 现在把它放在游泳圈上面 学习学习游泳吧 我nehmen好多帮忙 是需罡游泳 我们现在开箱早 Mickey 我们现在开飞